再看已经在加勒比海地区 造成至少49人死亡的飓风桑迪 继续趋向美国东北部 而当局及民众严正以待 启动了防风措施 有多个州也已经宣布 进入了紧急状态 另一方面 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罗姆尼 因此宣布取消 在预料会被飓风吹袭的 州份的竞选活动 在已经颁布紧急状态的 新泽西州 居民用木板定好门窗 并把物件移到室内 在长滩岛 仍然有人在海滩钓鱼及游泳 但海面的风浪已明显增强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 较早前已为了应对桑迪即将来袭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强制下令外岛居民疏散 大西洋城的所有赌场 也要在周日下午40起停业 桑迪预警将从当地时间28号 开始影响美国本土 并可能在下周登陆美国东海岸 除了新泽西 首都华盛顿 弗吉尼亚 马力兰 宾夕法尼亚 和纽约等多个州 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而小型发电机及瓶装水 就再次成为最抢手的商品 由于飓风桑迪来袭 总统选举的拉票活动 也受到影响 罗姆尼阵营宣布取消 预定28号在福州举行的竞选集会 奥巴马的行程也有调整 他原定28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参加竞选活动后 会在当地休息一晚 以改为当晚离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